记者王轩晴新北报道,台北市政府公务局的一辆工程车昨日上午许被民众目击在新北市淡水狂飙, 过程中还不断为打方向灯任意变换车道,一路闯红灯,驾驶行径相当危险, 后方骑士健壮,气愤地将行车记录器上传RLTube,引发网友热议, 淡水警方也介入调查,表示该辆工程车是遭窃车辆,正在调查窃嫌身份。 警方调查,昨日上午时时局,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的一辆工程车在北投州美路遭窃, 窃嫌将车牌拔除后,开往淡水,并在50分钟后被民众目击在淡水中山路, 中正东路沿线往台北方向狂飙,从行车记录器可看出,该辆工程车为打方向灯, 却不断变换车道,在车潮中乱窜,引起一旁机车骑士不满, 但该辆工程车更熟度闯红灯,开上关渡桥离开淡水, 警方调跃监视器,发现该辆工程车最后在下午近4时许从北市民族东路, 建国北路口上圆山交流道,往南方向逃逸,警方目前已接获报案, 正在清查窃嫌身份,至于在淡水区交通违规部分,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危险驾驶告发。